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舅妈一进门 屁股还没粘到沙发 就开始指着我家的装修挑刺 哎呀 你们家怎么不重新装修 还是几年前的装饰 多土啊 梦梦的男朋友名下有一家装修公司 你们要装修 我让梦梦给你们打折 这话可真敢说 表妹周梦梦和她男朋友八字还没一撇呢 就把自己当成老板娘了 姐夫啊 你怎么还喝这种酒 梦梦男朋友拿给我一箱茅台 一瓶可要四千多呢 你未来的女婿给你带了什么 舅舅拿着顾汉芝带来的洋酒 翻来覆去看了几遍 上面没有写中文 他看不懂 以为是拼兮兮买的九点酒包友 周梦梦则是更夸张 一进门就捂着鼻子 挑剔我们家房子小不通风 挤那么多人 一股味道 嫌挤就出去啊 过年过节的 别找骂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就是脾气抱不好惹 要不是周梦梦找了个金龟婿 他们一家哪里敢苟杖人士这样说话 哎呀 叶念念 你就是脾气不好 你要多跟我们梦梦学学 他就是贤良淑德知书达理 才能嫁入豪门当少奶奶 舅妈上下打量着顾汉芝 看他身上穿着衣服 一个logo都没有 更加认定他就是个穷小子 周梦梦故意将他一眼假的LV包摆在茶几上 那硕大的logo直接转向我 他们一家不知道的是 顾汉芝这身衣服 是专门请巴黎设计师来量身定制的 价格都可以买十几瓶茅台了 舅舅手上那瓶叫不上名字的洋酒 也抵得上五瓶茅台了 周梦梦见我们不搭话 目光转向茶几上放着的首饰盒 那是顾汉芝请世界顶尖珠宝设计师 以我妈的名字为主题 设计出的钻石项链 周梦梦看着那条镶嵌着52颗南非钻石的项链 讥笑了一声道 莫桑时也好意思拿出手啊 我都懒得搭理他 将钻石项链从周梦梦手里拿走 收回首饰盒 让我妈拿回房间收好 大过年的 又是顾汉芝第一次和我爸妈见面 我不想将场面搞得太难看 硬生生将怒气咽了下来 得知舅舅舅妈一家要过来 我就提前跟顾汉芝打好预防针 无论他们一家说什么 就当是狗叫了 不用理会 来 喝茶 我爸沏好茶 递到大家面前 我爸和我早就形成了默契 把他们一家当狗屎 大过年的 何必跟狗屎计较 就我妈这人 看不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一颗心向着舅舅舅妈一家 我跟他吵过无数遍了 最后选择随他去吧 这茶太淡了 我喝不惯 周梦梦喝了一口茶 又开始作妖 喝不惯喝酱油去 酱油味道重 我高估了自己的忍耐力 低估了周梦梦的公主病 她一张嘴就是欠怼 顾汉之碰了碰我 示意我忍耐 大过年的撕破脸 传出去让人笑话 舅妈听见我对周梦梦 立马跳出来挤对我 叶念念 你男朋友也是京城的 巧了不是 梦梦的男朋友也是京城的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认识哦 周梦梦听到他妈这么说 像眼小品一样接过话 继续说 是哦 男朋友也是京城的 应该听过京圈太子爷 这个称呼吧 我点了点头 这称呼不仅听过 这人现在还坐在我身边呢 听过就好 他就是我男朋友 周梦梦一脸骄傲地说 我张大嘴 转头看向坐在我身边的顾汉之 周梦梦男朋友 是京圈太子爷 那坐在我身边的人是谁 顾汉之见我看着他 连忙摇头澄清关系 我看着顾汉之认真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又不是个傻子 怎么会相信周梦梦的话 我对顾汉之百分之百放心 在着他也不可能眼光差到看上周梦梦这种装名媛 调大款的败金女 周梦梦没有看出我们的不对劲 自顾自地说 以后你们在京城遇到什么事 可以来找我 我老公贪公司 还缺保洁和保安 都还没结婚呢 就一口一个老公 我忍不住翻了白眼 正想对他 我妈就出面打人场 来吃饭吧 来吃饭吧 菜端上来 舅妈就眼疾手快地 把清蒸鲍鱼都夹周梦梦碗里 还美其名曰鲍鱼那么贵的食材 就适合要嫁入豪门的周梦梦吃 然后指着旁边炒胡萝卜丝对我说 夜念念多吃点胡萝卜 对眼睛好 眼下之意不就是讽刺我眼光不行吗 我看着周梦梦碗里 垒得跟小山一样的鲍鱼 笑着问 怎么 金圈太子爷舍不得请你吃鲍鱼呀 你 周梦梦想反驳我 嘴里正好又塞着鲍鱼 一下子枪到了 咳得不停 这是不是就叫吃毒食会噎死 舅舅听到我这么说周梦梦 气得质问我妈 你就是这样教育你女儿的 她都把梦梦欺负成什么样了 我怎么欺负她了 是她自己贪心吃太急了 才会噎住 我妈听到舅舅这么说 拍了下我的肩膀责备我 念念 你怎么能这么说梦梦 从小到大 我妈都向着周梦梦 无论什么事 全都是我的错 念念吃鱼 新的一年 年年有余 爸爸知道 我这暴脾气又要发飙了 往我碗里加了一块肥美的鱼肚肉 顾汉汁也帮我包虾 我的气可算是消了一点 好不容易顺气的周梦梦 也不敢再多说话 周梦梦不作妖 我也安安静静吃饭 吃完饭 舅舅一家人显白蹭饭的目标达到了 抬抬屁股走人 临走时 舅舅还顺走了我爸的茶叶 什么人啊 这是 我看着他们这副恶心的嘴脸 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 不过周梦梦的话让我感到好奇 他说他的那个男朋友是金圈太子爷的表情 十分自豪 不像是骗人的 我赶忙问坐在一旁和我爸泡茶的顾汉汁 金圈太子爷都有谁啊 这话把顾汉汁也问蒙了 这称号都是别人取的 他也不清楚 我跑到厨房去问正在洗碗的妈妈 妈 你见过周梦梦的男朋友吗 正在洗碗没心情跟我聊八卦 没见过 听你舅妈说过几次 名字好像叫王胜 你出去出去 厨房本来就挤 你不帮忙干活 就别站在这里挡路 我被妈妈赶回客厅 我把打探到的消息告诉顾汉汁 周梦梦的男朋友好像叫王胜 你认识吗 顾汉汁中眉思考了会 语气不太确定地说 顾家的管家就姓王 他儿子好像就叫王胜 大年初二 我和顾汉汁就打算回京城 顾汉汁见过我爸妈后 就轮到我去见他的父母 周梦梦正好也要去京城见他的太子爷 打算蹭我们的车回去 顾汉汁这次来我家是开我的车 周梦梦走到车旁 故意用夸张的语气说 叶念念 你男朋友不会连车都没有吧 顾汉汁一脸无所谓地笑了笑说 是啊 买不起车 顾汉汁这话是逗他玩 没想到周梦梦当真了 开始炫耀起 他的太子爷开的是什么车 我见他说的手舞足蹈的 摇下车窗对了他一句 你的太子爷怎么不开车来接你回京城呢 周梦梦被我这话堵住嘴 拉开车门坐在后座 周梦梦屁股刚坐在后座上 又开始噼里啪啦的一顿嫌弃 这车怎么那么小啊 这座椅也太硬了吧 果然一百万以下的车都不是什么好车 我又想对他 顾汉汁拍了拍我的手背 示意我别搭理他 周梦梦这人就是贱骨头 不搭理他 他更来劲了 开始吹嘘他的太子爷 事业多么成功 他未来的公公婆婆对他多么满意 说激动了还直接告诉我们 原本今天太子爷是要亲自来接他的 不过临时有跨国会议 没办法来 完了最后还要补充一句 太可惜了 不然你们就可以看看什么是豪车了 说了那么多 我们都还不知道 这位事业有成的太子爷长什么样 你不会连他的照片都没有吧 我故意刺激周梦梦 为的就是要拿到照片 让顾汉汁确认 周梦梦的这位太子爷 究竟是不是他们家管家的儿子 果然周梦梦对我激到 打开手机 翻出他和太子爷亲密的合照 你看 他有一米八 我看了一眼合影 照片里这个相貌平平的男人 看起来和周梦梦一样高 周梦梦身高和我差不多 这样推测下来 这人就只有一米六五左右 我将手机递到顾汉汁面前 顾汉汁看了一眼说 这不是王胜王总吗 后座的周梦梦 一听顾汉汁认识王胜 还称呼他王总 脸上得意的表情都掩盖不住了 你男朋友叫什么 周梦梦压根没记我男朋友的名字 我告诉他 顾汉汁 哦 小顾啊 你认识王总啊 周梦梦故意喊顾汉汁小顾 就为了隔应我 从小到大 他什么都比不过我 家境 学习还有工作 他样样不如我 现在终于找到了金圈太子爷 赢过我了 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将我踩在脚下 不认识 远远地见过几次面 顾汉汁诚恳地说 听见我忍不住发出的笑声 回过头冲 我眨眨眼 示意我不要露馅 不过顾汉汁也没骗他 他站在别墅三楼的落地窗旁 看见在院子里顶着烈日除草的王胜 周梦梦却理解成 顾汉汁不配和王胜交流 只能躲在远处偷偷看几眼 一路上周梦梦越加嘚瑟 开始对我的工作 还有顾汉汁的工作 指手画脚 叶念念 不是我说你 你就当老师能赚多少钱 还有小顾 你不努力上进 以后能买得起房 养得起孩子吗 虽然我知道 现在像我家王胜 这么年轻有为很少见 但你们也不能不努力呀 你们穷 也要让你们的孩子穷吗 周梦梦越说越激动 连该下车都忘了 我指着车窗外的商场提醒她 周梦梦 你该下车了 周梦梦说得正开心 一看要下车了 顺嘴说了句 改天我让我家王胜 请你们吃饭啊 别改天了 就明天吧 怎么样 金圈太子爷 不会是连一顿饭 都请不起吧 周梦梦听我这么说 仰起头不屑地哼了一声 道明天就明天 明天晚上紫禁大酒店 姑姑姑父也一起 叫过来 说完喷的一声 关上车门 关车门轻一点 我心疼我的车 被周梦梦这么使劲关上 对着周梦梦的背影 抱怨了一句 一辆破车装什么 周梦梦回过头白了我一眼 踩着高跟鞋离开 我摇上车窗 和顾汉芝憋了一路 终于可以笑出声了 明天这位金圈太子爷 就要打脸了 第二天下午 我和顾汉芝早早就回老家 去载我爸妈 一进屋没想到 舅舅舅妈也在 一共六个人 车也坐不下呀 舅舅舅妈知道 顾汉芝会来载我爸妈 特地过来就为了蹭车 简单 在我们 你爸妈叫顺风车吧 舅舅坐在沙发上开始安排 要不是看他是我的长辈 我绝对会把他那张嘴撕了 我妈这个和顺老 又出来祸悉泥 表示他和我爸就不去了 好不容易有个显白的机会 舅妈怎么会不让我爸妈去 少了我爸妈 就没人让他挤对了 不行 你们也要去 我听梦梦说 那紫禁大酒店可贵了 你们这辈子都吃不起 去见见世面也好 我爸本来就不喜欢 舅舅舅妈这一家 更不想去吃这么一顿饭 听舅妈这么说 更不想去了 我将我爸拉到一旁 小声地对他说 晚上有好戏看 我爸看在我的面子上 才愿意去 最后就由顾汉之 在救救舅妈 我带着我爸妈坐顺风车 到了紫禁大酒店 顾汉之公司临时有事 需要先过去一趟 舅妈听到了 阴阳怪气地说 这打工人真是命苦啊 好不容易能吃顿好的 还要赶回去加班 这辈子也就是个穷命 舅舅也附和着说 王胜定的包间在三楼 按电梯的时候 我就习惯性地按九楼 九楼是至尊级别的客人 才能预定到的 我们刚出电梯 就被迎宾人员拦住了 真是丢脸 什么事都做不好 舅舅舅妈听到我们走错楼层了 忍不住埋怨我 这也不能怪我 每次和顾汉之来吃饭 都是在九楼 我就习惯了按九楼 到了包间 周梦梦和王胜 已经在里面等我们了 这三楼的包间 和九楼的根本不能比 但还是很奢华 舅舅舅妈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 到处逛到处看 周梦梦走过来推了推我 一脸得意地说 拍个照发朋友吧 毕竟你下次再来 不知道是多少年后了 是啊 托你的福 不然我都来不了这里 我十分诚恳地看着周梦梦 的确应该感谢她 不然我都不会有机会 在三楼吃饭 王胜表面上装作大方帝 问我们要吃什么 可手里的菜单 却迟迟不肯拿给我们 舅舅舅妈一副舔拱模样说 哎呀 今天要不是沾了王胜的光 我们这辈子都没办法 来这么高档的饭店吃饭 还是你们家梦梦有出息 我妈附和着 我和我爸对视一眼 默默喝面前的茶 周梦梦假装大方帝说 叶念念 你想吃什么就点 不然以后没机会了 我想了想开口说 我想吃鹅肝 这里最出名的是鹅肝 而且是按片出售 一片就要三百多 我们这里七个人 要是每人点一片 就要两千多块 这不让王胜和周梦梦大出血 听到我要点鹅肝 王胜愣住了 不悦地瞪了周梦梦一眼 其他话多 这么豪华的地方 没有卖鹅肝啊 我看着周梦梦 酸溜溜地说 周梦梦从王胜手里拿过菜单 在低叶特色菜上 就看到了鹅肝 再一看价格 整个脸都白了 七个人这可是要两千多块 但他话又说出去了 如果不点 以后在我面前都抬不起头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鹅肝是按片售卖的 我们这里一共七个人 只点一片鹅肝吗 酒店服务员走到王胜身边询问 是不是只点一片鹅肝 王胜没想到服务员会当着大家的面这么问 表情甘大的点头 因为这鹅肝事件 整顿饭下来 周梦梦安静了不少 我故意没去夹那片鹅肝 让它孤零零地摆在正中间 没钱就踏实一点 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 我听梦梦说 你和你男朋友也在京城工作 你们是做什么的 王胜点菜的时候丢了面子 所以故意问这些话来找回面子 哎呀 他就是个小学老师 他男朋友就是个小职员 哪里能跟你比呀 舅妈又开始了捧高踩低 王胜在京城有头有脸的 以后你们遇到什么事 可以找王胜 不过就你们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不要麻烦他了 人家王胜做大生意 没空陪你们过家家 王胜也是个虚荣的人 听到舅妈这么捧他 一下子就飘了 举起酒杯说 哎呀 都是自家人 以后在京城遇到什么事 来找我就行 我帮你们一把 你们家不就起来了吗 这顿饭吃很有意思 舅妈就跟个舔狗一样 王胜说一句话 他跟着附和十句 然后还要顺带贬低一下我们 饭吃到一半 服务员进来说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 车库那辆车牌0719的保时捷 是你们的吧 车窗没关 我听到这车牌是我的车 想着我下车 又忘了关车窗 起身就要往外走 你干嘛呢 周梦梦见 我往外走 立马喊住我 我去关车窗啊 你听错了吧 人家说的是车牌0719的保时捷呀 不是你那辆破车 我正想说那辆车就是我的 是我生日时顾翰之送我的 车牌0719就是我的生日 突然反应过来 我今天开的是我的小车 王胜居然把顾翰之送我的保时捷 开出来了 王胜听到周梦梦正说 才反应过来 服务员说的那辆保时捷 是他今天开的 连忙起身就要去关车窗 王胜还没走到门前 包间的门就被推开 我看到了赶过来的顾翰之 王胜和顾翰之迎面撞上 尴尬地叫了声 顾总 顾总 我们身后的人 听到王胜这么毕恭毕敬的 叫顾翰之顾总 脸上写满了疑惑 小顾怎么一下子变成了顾总 顾翰之见我也站在门边 问我怎么了 我的车 车窗没关 我要去关 我给你关上了 那辆车可以指纹开车门 顾翰之停车的时候 看到了就顺手帮我把车窗关上 你们在说什么瞎话呢 你们有车钥匙吗 就是你们的车 周梦梦怎么都无法相信我和顾翰之的对话 指纹锁呀 图老帽 我拉着顾翰之坐回位子上 不好意思 公司临时有事 来晚了 顾翰之笑着对他们解释 又抬起头看着还站在门边的王胜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王总 车窗关好了 你可以回来坐了 听到这话 王胜吓得头皮发麻 也对 被车主人抓到自己偷开车 这场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周梦梦就是个蠢货 根本没察觉出现在场面有多尴尬 听到顾翰之叫王胜王总 还真以为王胜是个王总 王胜僵着脸坐回周梦梦身边 低着头一句话都不敢再说了 我爸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笑着和顾翰之碰了碰杯子 现在场上就舅舅舅妈和周梦梦他们一家人 还沉浸在美梦里 舅妈假好心地指着摆在中间的鹅肝 对顾翰之说 小顾啊 你没吃过鹅肝吧 今天沾王胜的光才能吃到 王胜听到舅妈竟然敢对顾翰之这么说 头都要埋桌子下了 我在一旁憋笑 憋到内伤 好 谢谢舅妈 顾翰之夹起鹅肝 又回过头看着王胜 一字一句地说 谢谢王总 这四个字把王胜吓得整个人都要晕倒了 我妈见到王胜 整个人脸色不对 关心地问 王胜只是摇头 一句话都不敢说 我和顾翰之互相偷掐对方 默默克制自己 不要笑出声 用餐结束后 王胜才敢说话 叫服务员买单 服务员进来解释道 经理通知我们 今晚的消费全部免单 周梦梦以为是王胜面子大 吃饭都可以免费 赶紧彩虹屁一波 哇 老公真厉害 不愧是金圈太子爷 来紫金大酒店吃饭都不用钱啊 这话夸得王胜整个人都要跪下了 他当着金圈太子爷的面 冒充金圈太子爷 这不就是找死吗 我们走出包间 正好碰到在外面候着的酒店经理 顾总 林家二少在酒楼宴请丁克 知道您今天也在 要来和您喝一杯 跟林少说 改日我登门拜访 今天不方便 我要送我老婆和岳父岳母回去 听到顾寒之这么说 酒店经理点了点头离开了 等到酒店经理走远了 周梦梦才指着她的背影 问顾寒之 她叫你什么 顾总 你怎么会认识紫金大酒店的经理 一旁的舅妈 打死也不愿相信 顾寒之和紫金有什么关系 便把自己想象的说出来 小顾甚至在这里当服务生啊 周梦梦听到他妈这么说 觉得很合理 原来是服务生啊 摆什么总裁的谱 说完还嘲讽地哼了一声 那表情要多轻蔑就有多轻蔑 你闭嘴 王胜恨不得伸手捂住周梦梦的嘴 周梦梦不懂王胜 怎么会突然那么生气 奇怪地问 你怎么了 他不就是在这里当个服务生吗 担心周梦梦说出什么难听的话 王胜连忙走到顾寒之面前解释道 顾总 我和他没有关系 我跟他不熟 王胜知道自己再不跟周梦梦批清关系 会连累到自己父亲的工作 说不定顾寒之还会因为他脱开顾家的车 报警抓他 王胜你什么意思 你翻脸不认人吗 周梦梦虽然不懂王胜 为什么突然要跟他批清关系 但是他可不想到手的金龟絮跑了 我们分手了 我跟你没关系了 王胜甩开周梦梦的手 转身就要走 等等 我出声叫住王胜 车钥匙还我 王胜将车钥匙还给我后 灰溜溜地跑了 王胜走后顾寒之打了个电话 意思是要开除王胜的爸爸 这下再怎么蠢的人 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可能 他不过就是个破打工的 怎么一下子成了顾总 周梦梦恶狠狠瞪着我们 仿佛我们才是骗他的人 下次谈恋爱 要擦干净双眼 别碰到个开豪车的男人就贴上去 万一对方是个司机呢 我笑得灿烂地说 你 你等着八夜念念 就你这德行 还想嫁入豪门 人家说不定只是跟你玩玩而已 周梦梦说不过我 开始诅咒我 这郭汉之那么有钱 身边的小三小四多的去了 等哪天完腻了 就把你甩了 你到时候 别挺着大肚子哭着跑回家 这点你放心 结婚前 我一定会将财产 都过户给念念 到时候 副本会拍给你看的 顾汉之握紧我的手 当着我爸妈的面 跟他们保证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对念念好的 就算是离婚 也是我净身出户 我爸妈听了 很满意的点头 舅舅舅妈和周梦梦 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但是又没有办法 时候不早了 你们再不 叫顺风车 只能走回去了 我特地好心地提醒他们 我爸妈累一天了 顾汉之早就在 故事集团旗下的 五星酒店 安排好房间 让他们二老休息 叔叔阿姨 最近哈尔滨旅游特别的火 这两天我处理完手上的工作 我和念念带你们去哈尔滨散散心 我爸这个人喜欢到处旅游 一听可以去哈尔滨玩 开心得不得了 我妈心里虽然高兴 但是还挂念着 舅舅他们一家 你舅舅他们一家子 就是嘴碎 但心底还是不坏的 我妈想着 舅舅他们一家那么多年了 很难一下子改过来 我和我爸早就习惯了 默默对视一眼 当作没听到不搭话 就在我以为周梦梦 会因为这件事 会羞愧反省一段时间 我就能够过一段时间的 清静日子 没想到 我们前脚刚从哈尔滨旅游回来 后脚我就接到了 前男友的电话 前男友董雨打电话给我 阴阳怪气的恭喜 我攀上高枝了 摇身一变成了总裁夫人 有事说事 没事闭嘴 我听见他的声音就恶心 正要把电话挂了 就听到电话那头 董雨威胁我道 我手上可是有你的裸照 你十项点给我一百万 我就把照片销毁了 我一听笑了 我跟他在一起不到三个月 就因为周梦梦插足分手了 这三个月里 我们就只有牵手而已 哪里来的裸照 他自己画的吗 你怎么变得跟周梦梦一样蠢 你说你有周梦梦的裸照 我还相信 有我的 我不想跟他废话 直接把他电话挂了 拉黑山除一条龙 我跟董雨是大一的时候在一起 董雨家境还行 周梦梦就惦记上了 两人这么一来二去就搞到一起 我们分手的原因 是我抓到了董雨和周梦梦出去开房 被桌间在床的董雨 还一副都怪我他才会出轨的模样 要不是你不愿意跟我上床 我怎么会被他勾引 我也是个正常的男人 有需求很正常的 我被他这副出轨 还要立排方的态度震惊到了 我怕我继续跟他在一起 会被他拉低道德观 直接提了分手 周梦梦直接小三上位 和董雨在一起 不过两人没在一起 多久就分手了 原本很简单 周梦梦就是个捞女 而董雨是个不折不扣的铁公鸡 我听别人说 两人分手后 周梦梦在背后吐槽 董雨这个人扣到骨子里了 连买套套的钱都要AA制 过了那么久 董雨突然联系上我 一定有周梦梦的功劳 他不乐意看到 我找了这么一个优秀多金的男朋友 让那人渣来恶心我呢 不过他也恶心不了我 我没什么把柄落他手上 我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打开游戏酷爽战斗 几局游戏结束后 我打开微信 发现闺蜜疯了一样 不停给我发消息 因为我打游戏 开的是免打扰模式 他联系不上我 怎么了 我回拨电话给他 念念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出事了 你的裸照被放到网上去了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我打开闺蜜发给我的帖子 点开是一个吸引人眼球的博主 发了视频 视频内容讲的是 小A投稿吐槽奇葩前女友 小A说她的前女友是个拜金女 一直都以勾带有钱人 成为父太太作为目标 跟她在一起期间 还和多位男性 有不正当的关系 每次被捉奸在床 前女友都会下跪 祈求小A原谅 小A心软一次次原谅 以为能够用真心改变前女友 最后一次 小A捉到她参加多人运动 实在无法忍受 所以分手了 这个前女友还用裸照作为抵押 跟小A借钱 结果几年过去了 一分钱都没有还 小A实在没办法了 就想要询问网友应该怎么办 视频的结尾还放了几张照片 虽然有打码 但是打码很随意 很轻松就被破解了 被破解的照片 一下子就在网上传播起来 小A的这位前女友 也被戏称为女版罗某某 我点开网上流传的那几张裸照 脸的确是我本人 但我敢发誓 我绝对没有拍过这种照片 是不是AI技术啊 闺蜜一句话提醒了我 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用AI 换头制作出一些违法的照片 怎么办啊 念念 要不你发个视频声明下 那个投稿是假的 照片是AI换脸的 这件事 现在网上热度高居不下 我要是发视频声明 可能会被误认为是蹭热度的 到时候不但澄清不了 还会起反效果 到底是谁那么缺德 闺蜜一边跟我通电话 一边打开电脑 跟网友们吵架 替我抱不平 谁那么缺德 还用问 董宇呗 这件事目前看来 虽然没有和周梦梦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是因为 他告诉了董宇我和顾寒芝在一起了 董宇才会跑来敲诈我 他也是这件事的间接推动者 你快给你家太子爷打电话 让他想想办法 你人脉那么广 一定会有处理办法的 我也想打电话给顾寒芝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担心 我知道裸照是假的 但是看起来太真了 顾寒芝真的会相信我吗 我还在犹豫着 该不该给顾寒芝打电话 顾寒芝就打电话过来 下来 我在楼下等你 顾寒芝语气阴沉 听起来很明显就是生气了 我穿上大衣 走到楼下 看着站在路边的顾寒芝 不敢上前 我怕他听信了谣言 我怕他相信了裸照是我的 我怕他是来 跟我分手的 我低着头像个做错的孩子 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为什么需要面对这些事 就在我感觉自己站在原地 站了几万个世纪 我看到了出现在我面前的身影 下一秒我被拥入怀中 不委屈 已经解决了 顾寒芝紧紧抱着我 语气里也带着哽咽 我生气为什么发生这种事 你不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扁着嘴 委屈地看着他说 我也才刚知道 我下午一直在打游戏 顾寒芝被我这话气笑了 感情他白白气了 这十几分钟 他生气我不把他当自己人 出什么事 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 报警了 我也让人去查了 也跟网站的负责人沟通过了 立刻将视频删除 博主也封号了 技术人员已经分析过 裸照是AI合成的 已经通过照片 追查到了照片上传的IP地址 很快就有结果 顾寒芝说完捏了捏我的脸 叮嘱我下次要是遇到什么事 一定不要自己一个人看着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他 我看着顾寒芝的眼睛 他的眼里满满的都是对我的信任 你问都没问过我 就相信这是受污蔑 顾寒芝握紧我的手 看着我的眼睛 一字一句认真地说 我会永远相信你 就算全世界都诋毁你 我顾寒芝也会无条件地 站在你这边 不到半个小时 工作人员就追踪到了 上传照片和投稿人的IP地址 警察立马上门进行逮捕 如我所料 污蔑我的人就是董宇 董宇被警察以传播色情淫秽照片 利用网络造谣和损害他人名誉 这几项罪责 对他进行逮捕 董宇被判处拘留三个月的行政处罚 董宇为了减轻罪责 指认这些事都是周梦梦教唆他做的 还提供了他和周梦梦的聊天记录 周梦梦给他提供了我的近照 才能进行AA换脸 在得知这件事周梦梦也参与其中后 顾汉之来问过我的意见 问我要怎么处置周梦梦 怎么处置 他想搞死我 那我又何必顺母心对他手下留情 这时有人举报董宇和周梦梦 参与网络诈骗 这下就不仅仅是拘留三个月这么简单了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笑着问身旁的顾汉之 是你做的吧 顾汉之正在看当前嫉妒的报表抽空回了我一句 还没完呢 他们这辈子别想出来了 那个发布视频的博主也得到了处罚 并公开发表声明 对我道歉 知道周梦梦坐牢的原因是因为我厚 舅舅舅妈天天来我家里闹 都是亲戚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行吗 要是叶念念没有谈一个那么有钱的男朋友 梦梦怎么会这样做呢 这件事还是怪叶念念 我们梦梦是无辜的 舅舅舅妈对于我受到的伤害不以为然 认为是我斤斤计较 我爸妈被他们烦得不行 气得血压都高了 顾汉之直接在京城买了一套别墅 接他们劳两口来享福 半个月后 舅舅舅妈不知从哪里打停到我爸妈住的地方 连夜包车就要往京城赶 结果半路出了车祸 送医补治 双双身亡 我妈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 哭的声音嘶哑 我安慰了她几句 告诉她别再哭了 葬礼我会出席的 虽然我厌恶她们 但好歹也是亲戚一场 最后一程我还是该去送的 我挂了电话 望着窗外出现一道彩虹 一切都过去了 每一章 我此ool 余